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特别要来看的是积淀 你对积淀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其实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 很多人以为它只是跟我们的灵命 跟品格有关 其实它跟我们的职场 也是息息相关的 譬如说今天你想要谈的积淀 其实我觉得积淀 它对于我们职场当中的人 或在做事业的人 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说当时它是在一个非常挫败 非常失败 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 在一面崛起的 因为当时 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得罪神的缘故 就是他们敬拜偶像得罪神的缘故 所以其实他们经历到 很多仇敌二者的攻击 当时就有一个叫米甸人 那么米甸人这种人 他们真的是进去烧杀掳掠 所以常常他们的这些农作物 快要有收成的时候 就都被抢走了 所以他自己甚至他们 要有麦子 要帮麦子来除这个壳的时候 都要偷偷躲在非常潮湿阴暗的地方 当时神造访他的时候 积淀的里面其实就有一些的 也可以说是埋怨 他就说如果神这么伟大的话 我们的祖先不是都跟我们讲说 神怎么样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呢 那个时候祂伟大的作为 现在在哪里呢 他就对上帝有这样的疑惑 第二个他对自己也有很多的疑惑 他就说我怎么可能能够被用呢 上帝我在马拿西支派里面 是最贫穷的 我在我父家里面是最微小的 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在一些困难挑战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自己会有对上帝的一些疑问 也有对我们自己的一些质疑 而积淀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崛起的 所以真的其实我觉得 面对恐惧的这个课题 是我们每一个跟随神都会碰到的 那个恐惧其实是有几个方面 在纪念的故事里面 刚才我们有提到的是 第一个是对敌人的恐惧 另外一个是对环境的恐惧 其实米店人是一个非常实质的恐惧 而且那个恐惧在那个故事当中 我们看见到 当他们真的是来到他们当中 已经侵略而且甚至是要 就是要治他们一死地 所以恐惧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可是你知道对 在这样的一个恐惧当中 我们怎么样能够去面对 其实真的非常考验我们的是 其实那种人生命当中的那种魄力 对 跟那一种关键性的一种勇气要觉醒 是 那其实在这个基点的身上 其实我们看见到 他自己现在自己的家里面 对 操练这一件事情 对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家里面有偶像 当然虽然是在夜间里面去拆 但是 He has to make it right 我觉得其实是 在小事上面我们学习 怎么样带出我们生命的那一种勇气 然后神就可以再一步一步地 来使用我们 那么在扭转武力里面讲到说 破例 一个领导者是需要有破例的 所以他首先从他的家里面拆偶像开始 因为那是一个人们都在敬拜偶像的时候 那么他先去拆偶像 其实这个里面有几个事情 第一个 他在属灵上面 他首先要先来连结于神 所以他知道说 他要先来认定神 第二个 他做这个事情 其实那就是他的胆子很大的 第一件事情 那另外除此之外 他不只是 他不只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人 其实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 因为当他开始起来 在圣经里面这样讲 他说 耶和华的灵降在积淀的身上 他就吹脚 雅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 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 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 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 西部伦人 拿佛塔利人 他们也都出来跟他会合 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 其实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他是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 所以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要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一个好的管理者 我们需要让神的灵充满我们 神的灵充满我们 不只是为了让我们有好的灵命 跟神有好的关系 或者是有好的品格 其实他会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勇敢 有魄力的领导者 所以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 那么他就开始吹脚 他就勇敢地 从突然之间他摇身一变 从一个 觉得我可以吗 真的是我吗 我觉得我是很渺小的 我是没有能力的 到最后他可以 勇敢地吹起号角来 然后让人们来跟随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他呢 你可以看到他在建立一个 组织的架构 所以他开始 他不只是他吹脚 他还找人再去走遍各地 然后去号召更多人来加入 所以这是一个有魅力的领导者 让人愿意去跟随他的领导者 而且他不只是一个 有魅力的领导者 而且其实你可以看见 他其实他也是非常有智慧的领导者 怎么说呢 因为当时在《诗事记》第七章里面 当时他显然号召了很多的人 他号召了三万两千人来跟随他 那么当时神就这样跟他讲 他说跟随你的人太多了 我不能够把米甸人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神就说 因为我不要让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 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 所以神常常是用很少的资源 是成就很大的事 神常常是用 看起来好像圣经里面讲 他说神只拣选的 看起来有能力的不多 有智慧的不多 有尊贵的不多 为什么神这样做呢 因为神拣选这些愚拙的 让有智慧的羞愧 神拣选软弱的 让刚强的人羞愧 神拣选这些没有能力的 卑贱的 让尊贵的 有能力的人羞愧 所以你知道神拣选了 渺小的 神拣选的渺小的积淀 神用少少的人 可以成就很大的事 所以如果下次你就说 我觉得我手上没有资源 那很可能这正是神 可以在你生命当中 做很伟大事情的时候 所以神就一直到说 他最后只剩一万人 所以说一万人还是太多了 所以现在你们来看看 他们喝水的姿势 那就在水边 有的人就整个人趴下去喝水 有的人是把水捧起来 这样子来喝水 那么神就说 你要选择这个 把水捧起来喝水的 这样的人 那这样的人只有三百个人 神用了三百个人 去面对很庞大数量 非常众多的敌军 那么其实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 这个地方其实神用智慧 为什么他要选择那些人 他们不是选择趴下去喝水的人 是选择站起来 用一种很奇怪的姿势 你知道水在那个地方 他们站起来捧着水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样喝水的人 因为这样的人是保持着 我的看法是我觉得 那样的人是最警觉的人 是 对不对 就是你看那些人 你知道当你整个人 趴下去喝水的时候 其实你可能就会受到攻击 可是当你是站起来 这样喝水的时候 其实你的眼睛 还是看着四周的 所以其实我要求神 给我们智慧知道 怎么样去选择 不只是有魅力 去选择很多人来跟随 而且你也有这样的智慧知道 你要从那些人当中 又拣选什么样的人 在领袖的位置上面 在管理者的位置上面 其实从我们看见 第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 神称他是大能的勇士 的时候他不是大能的勇士 对 其实他是充满了恐惧跟害怕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 我们积淀跟我们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也是充满了恐惧跟害怕 可是其实在他面对到的恐惧的里面 你知道神给他的答案是什么吗 在他面对到的米店的 这样的一个威吓当中 神说你是答案 我们很希望说神你是答案 神说是我是答案 可是我要透过你成为答案 这是为什么神向他显现说 大能的勇士 其实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的是 就是神拆遣我们成为解决问题的人 那个问题很可怕 那个问题很困难 我们说神你把这个问题挪开 神说不 我要你成为解决这个问题 困难的人 然后面对那个环境的一个恐惧 常常我们在环境的恐惧当中 我们就说 你知道我们真的 我觉得在基点身上 你真的看到神的每一个答案 神的答案是什么 圣灵的高谋会领到 圣灵会来恩高他 然后对那个刚才你特别提到的 就是在一个环境上面的不足 你知道人就是 我已经找到 我找到了万人来一起来征战 神说no no no I just need 300 我只需要300个 神的答案是什么 我要用的 就是说 你知道耶和华使人征战得胜 不是在乎 不是在乎人多人少 对 其实从头到尾 神在说的是 面对不足的一个恐惧 常常我们会觉得 那就更多 那找更多资源 我就不会害怕了 其实面对不足的恐惧 知道神的答案是什么吗 神说我只使用通过考验的人 其实重点是 只要是对的人 大卫就是一个对的人 当那个人对了 不管是哥利亚 或者是非利式的军队 在基点这边 他所面对到的是米店的军队 其实从头到尾 我们都知道 都是神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在兴起一个他的领袖 你就会发现 其实神有没有给他考验 其实是有 在这个考验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下一个阶段 其实基点碰 他预见到什么东西 其实他预见到的是 你知道我们任何要跟随神的人 面对不只是恐惧 还有疑惑 其实在回应神的过程当中 基点碰到一个非常真实的 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 就是疑惑 他对神疑惑 他对自己也疑惑 他对整个情势也疑惑 所以他在求很多的印证 对不对 那其实所有的印证只在讲 神在跟他讲一件事是 我与你同在 所以其实面对到疑惑 在我们的挣扎的里面 第一个是 我们会有挣扎的 你会有疑惑 跟随神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会 会有一个挣扎是 我到底有没有听对 神这真的是你的呼召吗 我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吗 有可能吗 我做得到吗 你知道神的回应是 我与你同在 当我们在问 我做得到吗 我与你同在 那我会觉得 然后当我们开始 对神疑惑的时候 神一定会告诉我们 我是信实的 Amen 意思是说 我所说的 我一定会做 Amen 我们常常会觉得 神说了 我们很担心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 不会发生 可是神总是用 他的信实 成为我们疑惑的答案 就是我所说的 必然成就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其实说真的 我真的觉得 神超信任他的 神对他的信任 从一开始就说 你是大能力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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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在 整个的历程当中 其实真的 他是一个非常胆怯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恐惧的人 而且他是充满了疑惑的人 所以 其实给我一个 很大的安慰 你知道吗 真的是给我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安慰 那你知道 最后的一个 他的印证是什么 他们不是跑到 米店的军队当中 然后听到他们说 做了梦 那神在告诉他一件事 你知道吗 当我们在面对 整个大局的一个疑惑 情势上面的一个疑惑 我们怎么看 三百个人 就不可能打败米店军队 是 可是那个梦 其实在印证一件事情 就是神 早已开始工作 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 我们看不见神在做工 我们看不见 情势上面的改变 就像是你知道 很多的时候 我们很期待的 这种印证是 比如说我们要去 绕耶利哥城七天 然后一天绕一次 第七天绕七次 我们都会期待 有一个 Progress 对不对 我绕第一天 有一些的石头掉下来 有一些的裂缝发生 那我会觉得很开心 对不对 或者是像是那个 南半将军也是一样 对不对 你洗七次 你总是要第一次 可能手全域 第二次脚也 最后我们期待的 其实都是眼目 这就是我们 身体的印证 可是我们却 我觉得神真的好奇妙 透过米恋百姓 他们所做的梦 其实在告诉他说 I'm already at work 我早就开始工工了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是 可是我们却很多的时候 在一个疑惑的里面 因为我们还是凭眼前 是 我们很难凭信心回应神 是 纵然我们里面再胆怯 可是神祂都会跟我们同在 而且神是可以让我们 一而再再而三地 跟祂来求 引证也好 跟祂对话也好 那么其实 这个积淀它里面的恐惧 也是在一而再再而三 跟神的这个对话里面 而得到释放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我们每一个人里面 都会有这样的自我的怀疑 突然之间陷入到不确定 对未知的恐惧 可是这一切是要进到 我们跟神的这样子一个 很紧密的关系当中 才能够得胜 那当然我们看到基电 他是一个有魅力的领袖 他也是一个有魅力的领袖 其实刚刚谈到说 他带着他的仆人两个人 单枪匹马杀进敌营里面去 那也是一个超有魅力的事情 那其实很多时候 一个领袖他下决定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从这个事情上看到 领袖一定要能够 亲自的去观察 很多人在讲走动式的管理 所以你必须要能够 贴近他第一线 必须要能够真正的知道 你不是在你的军营当中 在你的营帐里面 然后自己去做出了 打仗的计划 而是他真正的 亲自的去感受 所以他感受到 在米店的敌军当中 已经有产生的动摇 因为当他们做那个梦的时候 米店人 他们彼此谈着就是说 神其实已经 这个战争最后是会是 以色列人赢的 我们虽然军队看起来很多 可是我们会输 那么很多时候 你必须要第一线去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觉得动力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怎么样做事情 那么当时他只有三百人 所以他就把人分成三对 所以就让他们 一手是拿着火把 一手是拿着号角 然后在这个敌人的营中 就团团的把他们围住 然后在你就想到夜深的时候 他们都在睡觉 正进入梦乡沉睡的时候 突然之间 就听到吹号角的声音 然后看到火把 然后看见他们的银行就被围住 他们就觉得他们是被 千军万马所围住了 突然之间 军队就陷入了恐慌的里面 他们从睡梦中起来 看也看不是很清楚 然后就陷入一团混乱 甚至彼此 侃侃杀杀的 所以因此就整个人 很大的溃败 所以其实这个怎么样子做事 你可以运用最少的资源 来做成最大的国效 其实这个事情也是 必须要神给我们智慧 以至于我们能够有这个动力 知道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 其实他也是一个 有眼力的领导者 因为当他们的敌军 陷入一团混乱 然后互相践踏 互相砍杀 然后彼此逃难 匆忙逃乱的时候 当时已经这个军队 有被杀了有十二万人 然后对方还剩下一万五千人 可是有两个王 他们逃走了 这个叫西巴跟萨木拿 他们逃走了 然后他就决定要来追击他们 其实这个是需要有眼力的 是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会 我们就会自满于 我们现在所有的成果 就说这样很好 你看已经乱成一团了 他们已经走掉了 那我就这样子了 我们何必那么辛苦呢 可是你要知道 他们逃走的时候 人家都还有一万人 人都还一万五千人 我这边只有三百人 但是他就用这三百人 再去追逃走一万五千人 跟他去追他们的手里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领导者 他需要有这样的眼力 那么最后我觉得基点 其实最感动我的 其实不是因为 他是个有魅力的领导者 他吹号角 人家就来跟随 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 有魅力的领导者 他敢单枪匹马去勘察敌营 他敢摧毁到他家里面的偶像 也不只是因为 他是个很有动力的领导者 他很有策略的规划出 三百人分三对 然后拿着火把跟号角 然后高喊口号 其实我觉得 也不只是他很有眼力 他看出还可以乘胜追击 我觉得他是一个 有得力的领导者 他有一个ethics 你知道当时他带领他们 打胜仗之后 那人们就跟他讲说 你带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 所以希望你跟你的子孙 来管理我们 所以当时他们就想要 有这样一个君王的制度 说基点你来当我们的王吧 你来管理我们吧 那基点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基点说 我不管理你们 我的儿子也不会管理你们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那我觉得他能够说这样的话 是因为他知道他的里面 他知道他是一个多么 软弱卑微不配的器皿 他知道所有一切他所成就的 那只不过是因为 神彰显在他的生命当中 不是我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 他知道是神给他的力量 是神给他的智慧 是神给他的勇敢 所以他说我不会管理你们 是神要管理你们 这是一个让神管理他人生的人 会说出来的话 所以我觉得身为公司里面的主管 或身为一个领袖 一个组织里面的领导者 我觉得这样子的谦卑 这样的生命 这样的尊主伟大 这样的认知 对我们的生命来说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基点他要做一件事 其实真的看见到 他在面对到 因为其实打败米店人之后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的危机 就是依法连人来找祭奠 为什么 因为他们非常的生气 说你没有找我们 当时北国最大的影响力 就是依法连 他们来吵 就说这样的一个事情 怎么没有连接我们 或者是说我们感觉到不被尊重 他就说我所行的 只能比你们所行的 刚才提到两个首领 其实是交在他们手中 因为他们在逃的时候 就逃到依法连的境界的里面 所以他意思是说 你们做的比我做的多太多了 OK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 他学会怎么样把credit 就有的时候其实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是说 你把所有的credit都放在你身上 那就没有人要跟随你了 对 他其实是把credit给别人 所以他的格局是一个非常大的格局 他把这一个是给团队的 所以那讲的是那种 以法连舒舒服服的离开 就是说他其实是在怒气的里面 但是他怎么样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说 整个面对到外面的敌人 跟内部可能的张力 其实是一样 就是说你这里面 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 好好的管理的话 其实他所带出来的一个 这种反作力是很大的 因为如果以法连 以法连来反的话 或者是以法连来闹的话 会带来的一个状况 是更严重的 可是他却是用一个 智慧的方式 智慧的言语 一个谦卑柔和的态度 来尊荣以法连 所以当以法连离开的时候 是开开心心的离开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非常大的智慧 也是我们真的需要 去在基点身上来学习的 我们都可能会面对 很多的困难跟挑战 在那些困难挑战的里面 我们可能会产生很多 自我的怀疑跟恐惧 基点也是如此 而基点的故事告诉我们 最好的一个事情就是 我们就是解答 我们就是这个困难 跟挑战的解答 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神就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动工了 而且神可以用不断地 对我们说话 来除去我们内心里面的 害怕跟恐惧 我相信你跟基点一样 可以成为一个 非常好的领导者 能够发挥你的魅力 去吸引很多人 跟你一起跑向目标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会知道 怎么样子去拣选适合的人 我也相信你和基点一样 会用策略来帮助你解决问题 用少少的资源 却能够达成大大的果效 在成就这一切之后 做一个有魅力的领导者 有魅力 有动力的领导者 而且最后你会说 我相信真正带来管理的是神 做一个让神管理你的人 以至于你能够带来好的管理 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 也欢迎在我网路上 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